明星一天的伙食费需要多少钱?以前不知道,但现在这个秘密被人不小心说漏了嘴。在一档综艺节目中,15个明星,一群二三线明星要凑在一起过21天搞一个真人生活秀。一个名叫苏芒的明星提议大家先交伙食费,把每一天每个人的费用标准给定下来。 宋丹丹随后发言,说按650元收,这个标准被苏芒当场反对,说650真的不够。宋丹丹疑惑地问,为什么呀?苏芒说,你早上不喝牛奶啊,你早上不吃鸡蛋啊,我们要吃好一点,我不能那么差的伙食。 和明星圈交际不多的宋丹丹当场就被震住了,尴尬起身。节目播出后,全国人民都轰动了,650元的伙食费居然还不够吃一天的。 这群明星每天到底吃的都是啥玩意啊?还理直气壮地说,650真的不够。 舆论发酵后,节目组和苏芒赶紧出来说,这是个误会,自己说的是21天的总伙食费是650元,并没有说每个人每天的伙食费是650元。 21天伙食费650元,平均每天30元,每顿饭10元。 节目组和我说,这就是明星的伙食标准。 你以为我会信吗?现在明星的公关们,是不是都喜欢把公众当傻子来糊弄? 苏芒说的清清楚楚,就是每一天每个人,然后还嫌宋丹丹提出的650元的标准太低了。 文字表达还不够的话,我直接给你们放现场视频原声,耳朵没笼的人都能听出来苏芒说的是啥。 你们每一天每个人先交伙食费。 对,交伙食费。 伙食费是要交的? 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对,我们就先订一个数,大家先交了。 哈? 先把这个钱冲上。 六五粮。 六五粮,六五粮发电报。 六百五,六五粮,六百五真的不够? 为什么呀? 你早上不喝牛奶呀? 你早上不吃鸡蛋呢? 我们要吃好一点了,我不能那么差的伙食呀。 一天六百五十元,居然没办法让明星吃饱,连牛奶和鸡蛋都吃不上,要饿肚子上班。 这用的还是人民币吗? 难道计价单位是日元? 我平时吃的牛奶和鸡蛋怎么没那么贵? 难道苏芒在吹牛? 我倒是希望苏芒在吹牛,但很遗憾,经过各路业内人士的爆料,苏芒说的居然全是真话,倒是宋丹丹有点不了解娱乐圈的行情。 明星们的伙食费,基本就没有低于一千元每天的,很多顶流明星连随从每天的伙食费,都得花五百到一千元。 六百五十元每天的标准,还不如别人的随从,我们就算在乎也是明星啊,怎么能被这么冷漠的对待? 按这个行情标准去看的话,苏芒抗议这是情理之中。 是不是这位爆料行业内幕的人随口瞎编数据呢?反正普通人核实明星的花费是很难的,很不幸他说的还是真的。 网络爆料者的话不可信,法院判决书总是可信的吧?明星总是有各种经济活动的,有经济活动就一定会有人惹上经济纠纷,去了法院就要提供资料,而法院公开的判决书上,有时候就会出现部分资料。 下面这段从法院公开判决书上摘录的部分,很明确地写明了一名叫陈子彤的明星的餐饮标准。 明星本人每天一千元,其随从每人每天五百元。 我对娱乐圈不熟,很多明星都不认识,但一线顶流明星还是能听闻一二的。 陈子彤此人我虽然不熟悉其咖位,但绝不是一线顶流。 这样的支流明星每天消耗一千元伙食费,随从五百元。 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,各路网友大量爆料,我贴的这个图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 总而言之,明星的餐饮费早就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一千元以上的标准,只不过普通人还不知道而已。 这么多,怎么花的,啥牛奶鸡蛋这么贵,明星们到底要吃什么样的牛奶和鸡蛋,我没查到。 但我查到了范冰冰平时吃的一串葡萄。 很久以前,范冰冰晒过一张自己吃水果的照片,本意是秀一下自己的减肥努力。 有眼尖的网友当场指出,这是产自日本的相应青体,市场售价五百元一斤,而一串就是一斤多。 按这个餐饮标准的话,六百五十块钱也就够吃一串葡萄的。 一串葡萄当然吃不饱啊,饿着肚子干活怎么能行呢? 至于苏芒要求的牛奶和鸡蛋,我觉得也肯定和你平时吃的不一样。 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牛奶和鸡蛋,你觉得能和五百元美金的葡萄摆在一起的,会是什么样的牛奶和鸡蛋? 反正肯定不会是你平时吃的牛奶鸡蛋。 李湘曾主持过一期《男左女佑》,在节目里曾爆料自己家一个月的生活开销有六十万元,其中仅仅伙食费就要花掉七万块,平均每天接近两千四百元。 雄家富禄,这还没出差干活呢,就是在自己家吃吃东西,伙食费都到这个地步了,这要是出差那还了得。 但是你要是按照五百元美金的标准去采购葡萄,还真买不了几斤,勉强够吃。 什么叫锦衣玉食,这就是锦衣玉食啊。 有人说明星收入高,但只要依法纳税,那剩下的合法收入当然可以高消费。 依法纳税的前提下,人家想吃五千块钱一斤的葡萄,那也是别人的自由。 你可以抨击明星偷税漏税,但不能抨击明星锦衣玉食。 这句话是错的。 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总结出人性的规律了,人类这种生物不患寡而患不均。 这个规律,摊你头上也一样。 幸福这东西本来就是比出来的。 如果你邻居天天开法拉利,穿一身奢侈品,坐电梯的时候打个招呼,你好奇的说一句,这包真好看,多少钱买的。 别人一脸淡定的说,这包才六十多万,不贵不贵。 你心态能好才算见鬼了。 本来你挺幸福的,高材生毕业,在一线城市扎根,是整个家族羡慕的对象。 但如果有了这么一个邻居,心态马上就会崩溃,觉得自己人生好失败。 所以,国家严厉打击各种炫富视频。 你有钱可以,别给我炫。 不带来任何正面价值,纯粹制造社会矛盾,国家当然要打击。 所以,明星的天价伙食标准,国家就该打击。 你偷偷在家吃也就算了,别给我公开炫。 这些明星成名之后,应该多学学袁隆平他老人家。 袁隆平这辈子,身上的衣服很少有超过一百元的,都是几十块钱的地摊货,和地头老农完全没有区别。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他也公开说过自己的生活标准,吃得饱穿得暖就行了。 那是不是袁隆平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,特地穿上比较破旧的廉价衣服,平时自己偷偷的紧衣浴食呢? 还真不是,因为袁隆平和那些出门都要戴墨镜帽子,神秘无比的明星不一样,他太平易近人了,平时和很多普通群众都有接触,经常有人在生活中见到袁隆平,并近距离观察。 隔三差五,就有人在路边拍到这样的照片,然后发到网上。 袁隆平的节俭,不仅仅体现在衣服上,还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 在长沙市芙蓉区红园东路,有一家十平米的理发小店,由杂物间改造而来。 袁隆平在这里理了足足十六年头发,和店老板相交莫逆。 数年前,店老板曹小平曾想换一个好点的地方开店,但袁老说了一句,你走了,我到哪里理发? 于是,曹小平继续在这里坚守了下去。 2019年的年底,在征得袁隆平同意的情况下,曹小平把袁隆平在小店理发的照片挂在了店里。 为回报和店老板这十六年的友谊,袁隆平还在同年亲自为小店取名,曹世明剪平并亲笔题字,店头上还直接写着袁隆平愿是定点理发店。 如果不是袁隆平的亲笔题字并授权挂牌,恐怕没人敢相信,这么破的一个理发店,居然是袁隆平理发十六年的地方。 从这个店的外观,你就能猜到袁隆平的其他消费水准,或许还没有一个白领小资的月消费高。 袁隆平的收入并不低,虽然比不过明星,但比普通人高多了,其中很多钱还是国家奖励的,绝对是合法中的合法。 合法的收入这么高,为什么袁隆平不能享受一下? 我只能说,这是个人的选择,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。 但相应的,袁隆平的这种选择,给他带来了全中国人的尊重和永远的怀念,这种荣誉是很多明星艳羡一辈子也不可能得到的。 为什么民众如此普遍的反感明星,看看那650元每天还嫌吃不饱的做派,交涉淫逸已不足以形容明星圈的荒谬,拿了钱就算了还想要荣誉。 你配吗?